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退休前是某商业企业的管理人员 企业法人代表 过去由于职业便利 我过多地食用猪和牛的内脏 日积月累 给身体留下了诸多病根 先是血脂高 后又患上慢性支气管炎 动脉硬化性脑红色等疾病 2011年11月上旬 阴脉性支气管炎即兴发作住进医院 胸篇和吸体显示 肺部有两处点状阴影 疑似肿瘤 后转院做PET吸体显示 优肺下夜建恶性节节造2.0×2.8厘米 优肺们建议节节造1.4×1.8厘米 也是恶性 我得了癌症 听到这件事后 老伴一天到晚泪眼连连 孩子们就更着急了 老大和老二已和有关专家联系 急着叫我赶快转院过去做放聊 老三说 等他在南宁咨询完肿瘤专家后再做决定 一天 我的外甥女来了 她对我说 舅爹 不用忙也不要慌 我带你去养生调理 养生调理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新事物 她说 北京中医时令养生的刘春恩医生 以皇帝内经养生理论为核心 提出调养身体平衡 平衡释放潜能 使病自愈的养生理念 柳州的十伟雄养生师过去也是癌症患者 经刘医师的调理重获健康后 感恩回报社会而从事这个职业 她也为不少癌症患者调理过 我的左眼角过去曾有科血管流 我觉得影响容貌 请食养生师帮我调理 年内血管流就消失了 食养生师的为人和调养技术都值得信赖 我前后思量 把孩子们的意见对比后 采纳了外甥女的意见 第一次见到十伟雄养生师 他帮我分析当下身体的失衡所在 按照食令调养的理念 他首先建议我急婚时速 以环山药为主 并解释说 这样做是为了先断癌细胞的口粮 使他得不到营养 每餐除控制饭量外 饭菜的花样也不要多 简单清淡为好 七次应坚持食令调养 刚开始时最好能每周调理一次 这样能及时根据气候和身体的改变 而调整养生思路与方向 同时 他送了一些刘成恩医生的养生书籍 和养生讲座光碟给我 让我边调理边学习 以形成更好的配合 这样调了半年以后 我于2012年4月中旬到医院进行复查 经加层吸体显示 肺部原来两处病灶均保持原来的状态 没增大 未扩散 无转移 病情基本稳定 我过去常年咳嗽 从2012年5月起 我已经基本不咳了 这就是我的身体阴阳平衡的结果 我真切地体会到 食令养生是要回归传统文化 把养生文化交给广大人民大众 让大家少生病 少花钱 少受罪 吃得好 睡得好 心情好 在自然的生活方式当中 找到健康的方法 以平和的精神状态 投身于生活和事业 都说得了癌症 就是走上了不归路 可我偏偏从黄泉路上走回来 进入了食令养生的幸福港湾 广西柳州黄宗文 2013年1月22日 成恩点评 物极必反 脾气太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 人体内酸性物质过量 容易患多种病 包括癌症 鱼肉蛋奶一类食物属酸性 平时吃得过多 人又缺少足够的处理能力 患上癌症也并不奇怪 以这种偏弱碱性的食物 化解酸性体质 人趋于平衡 故肿瘤不再扩散 人体正常免疫功能 已发挥作用 肿瘤的消逝 只是时间问题 物极必反 脾气太来 万事万物 莫不如此 今天我们的读书共学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我们继续分享 第54个素故事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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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